八万亩的梯田无糖无霸 水源充足 即便是大汉之际也能保收 传说中的秦人梯田 两千年从未断流 无酷的深山梯田 水源到底从何而来 其中的奥妙究竟何在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看不见的水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09年下半年 我国西南地区遭遇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旱灾 农田军裂水井干涸水库建立 农作物受灾面积近五百万公顷 五千多万人受灾 两千多万人面临无水可饮的绝境 哎呀 没得睡嘛 这个人酷的时常嘛 没得睡就不趁着嘛 山海在湖南省楼底市的新化县 相传有近八万亩的梯田 无塘无坝却水源充足 打一个孔进去水就会出来 他说不清楚这个水从哪里来点 这段画面真的是非常美 让人看了之后 马上就想要亲自到那去看一看 这样的一种冲动 您看看这云争霞卫的 而且在当地的谚语当中 人家怎么说的呢 天下大乱 此地无忧 天下大汉 此地有收 往小里说 汉落宝收 往大里说 这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谁也都知道 那么我们这两年 那很多地区都面临着一个大汉的问题 汉就意味着人畜没有引用水 就意味着 田地里的殃苗全要枯死 怎么办 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水源 人家这个地方 据传说根本不用 你随时拿根主管往山上一插 哗哗哗 这水就流出来了 那天哪 给我们感觉 这不是山的 这就是整个一块大海绵 这些水是从哪来的呢 紫雀界梯田 位于湖南省新化县水车镇 分布于雪峰山脉 凤家山体系的崇山峻岭之中 共有梯田仅八万亩 其中集中连片的梯田达到两万亩以上 可谓无山不有田 有山就有水 然而 在我国西南的抗旱旧灾工作中 许多地方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水源枯竭 喝水这个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竟然也变成一种奢求 这些四五岁的孩子 六七十岁的老人 每天都要这样背着水桶爬过大山 到一千米以外的地方去找水 由于水源枯竭导致了 无水可掉 无水可饮 无水可取 水从哪里来成为最大的问题 带着诸多疑问 2010年10月走进科学栏目的记者 来到紫雀界的核心区域水车镇 然而我们走遍了水车镇的山山水水 既没有见到水车的影子 也看不到唐巴水库 但是确实像村民所说 在山坡上插根管子 水就能源源不断地流出来 那么这里的水从何而来呢 紫雀界的独特景观 吸引了诸多摄影爱好者 深山中的稻米田 像楼梯一样排列着 层层堤田 在大旱之际依然波光淋漓 探究其稻田里的水从何而来 村民们也讲不清楚 只说足足备备 很早就有了 怎么是有这么些事啊 在那些老祖宗 有没有的这个水 一年时间一个岛都有的 都有水的 既然紫雀界梯田存在 已有上千年之久 那关于紫雀界水源的秘密 历史上就没有什么说法吗 我们翻阅了村里的族谱 及当地的县制 但是出了一些基本的描述 对于梯田何时出现 可能的成因又是什么 我们都没有查到相关资料 但是根据当地考古资料表明 通过周边遗址中 农耕倒作工具的发现 初步推断紫雀界梯田 由瑶族苗族 初恳于秦汉 形成发展于宋明 至少有两千年历史 是湖南万年倒作文化的 标志性遗存 续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人们 从没为水发过愁 那么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们 对于水从哪里来 又有了怎样的说法呢 当地老百姓有个这样的传说 就是说以前江子牙 他到了这边 用他的符成一笔 那么灯石山上就是烟雾缭绕的 到了晚上就开始下雨 云彩聚集 所以这么多年 两千多年以来 一直都没有吹过水 民间众多版本的传说 都试图解释 紫雀界水源的神奇所在 但是至今都无人能 真正解释清楚 紫雀界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神奇 前面我们讲了 往这个山体上面插上一根管 这个水就能够流出来 我们这儿做了一个模型 咱们现在把这种管子插进去 看看水能不能流出来 我们这个秘密非常简单 我们打开上面的盖 在这里面掏了一个洞 搁了 搜索盖装了点水 它一扎透了 这个水自然也就流出来了 可是我们想一想 我们这是花泥 人家这是一座实体的山 里面又是石头又是土又是植被的 咱们说一般的农田水利建设灌溉的话 您要么附近有水库 您要么有积井 看到没有 它这个什么都没有 可偏偏的无论旁边周围地区怎么汗 它这是永远有水的 据专家推算的 仅仅这八万亩的梯田 每一年要保证梯田里面都有水的话 最少最少得几千万立方米的水 相当于是一个中型的水库 当初的人从哪儿想到这一点来利用好这些水呢 他怎么保证梯田上有水 又能保证周围一万多人平时的日常生活用水呢 梯田之所以能耕作 秘密就在于它的智能灌溉 为此古代人民创制了多种多样的浇灌工厂 哈尼梯田利用高山森林保持水源 通过高坡蓄水 修到饮水沟渠从河道里饮水灌溉 新疆坎尔井引地下潜流灌溉 广西农盛梯田 广西农盛梯田 以蓄水潭和引山溅沟水灌溉 而紫雀界的万亩梯田与其他梯田 截然不同之处就是 没有一处水库井灌工程 那么源源不断的水 如果不是来自于堂坝水库 又是来自哪里呢 我搞了四十五十年的水力工程呢 从灌溉来说的话 几乎没有大的受水的水库 或者有大的提水工程 这个灌溉是很难熄悉的 很难保到汗流保收的 聂芳荣从事防洪抗汗研究四十多年 著名的水力专家 对于紫雀界的神奇现象 他和大家一样也充满了好奇 在想当地人了解情况后 他首先注意到紫雀界特有的山峰气候 我曾经跑到那个水 那个田里没有找过这个水源 还是一直找不到 我根据去八年的那个排的这个过程 我发现这个气候情况 与最美的水有好好的关系 紫雀界地处雪峰山中部 使香中丘陵往香西山地的过渡地带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 山里常年云雾缭绕 那么紫雀界水源丰富 是否和这里的降雨情况有关呢 我们翻阅了近几年的降雨资料 根据雨量观测站记录 紫雀界年均降雨量达到一千六百毫米以上 两点八点十四点二十点 整个湖呢 上市不学都得 并且是一个法雨真心 都与真心之一 观测资料显示 雪峰山脉海拔高八百米以上 气温比平休地低 湿度比平休地湿 空气中包含着水分 因此降雨比平休地带多 紫雀界独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环境 是保证水源的要素之一 雨水相对多 是这里水源丰富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么全国多雨的山地也不在少数 为什么只有这里的水能源源不断呢 紫雀界梯田 无堂无库 无井无泵 不拦水不蓄水 除了雨水多靠的又是什么呢 在当地一直流传着树神的说法 在当地人的指点下 我们来到了楼下村 这里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祀活动 后代人把这棵古章树作为祖先的象征 在村民眼里山上的树 有着某种神秘的力量 挂这个红布呢 就是祈福的 就是希望这里的水源啊 世世代的这么丰富 不要断绝 虽然说这可能是当地人那种心理暗事 但是看着满山遍野的森林植被我们知道 紫雀界除了雨天相对多以外 一年中大部分是雾天 多样化的植被资源 可以让这些雨水被充分拦截吸纳 能使更多的水变成大山的储备 那么紫雀界水源的秘密 是不是和它高达70%的森林覆盖率有关呢 在一抹田上面有两抹山 一比二到一比山的比的 它这个森林保护的比较好 特别是山顶上的森林 那就是相当于一个水库 按灭芳蓉的说法就是 整个山上没有水库 云海就是紫雀界的水源 植被就是紫雀界的水库 那么仅靠植被 蓝水蓄水就能保证 仅八万亩梯田的灌溉用水吗 全国雨水多 植被多的地方 有成千上万个 为什么唯独这境区域会不缺水呢 而在山坡上插根管子 就能源源不断出水 这个现象又作何解释呢 我们的分析是 大山森林梯田和水 构成了紫雀界梯田的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 紫雀界植被丰富是保证水源的要素之一 但不是唯一的要素 也就是说山体本身还隐藏着秘密 据当地村民介绍 这片梯田即使长期不下雨 只要把田梗堵上 田里就有水 但是对于田里的水从哪来 在几种猜测被推翻之后 紫雀界的男男女女都无法给出答案 唯一的解释就是 神龙说 因为龙是水的花生 是水的生物 所以这里的村民 对龙的成败是非常深刻的 长期以来 这里的人们一直相信 山体中暗藏着一条河流 所以通过五草笼 希望这条看不见的河流 永不枯竭 紫雀界的水 也能够永远地流淌下去 因为这个地方过去还是海 过去还是海的 我们到这个地方 还可以发现一些海的痕迹 所以老百姓说 这里有什么岸河 鹰河什么的 紫雀界暗藏河流的说法 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周边有着更高地势的塘埋 暗藏的河流 就有可能不断地 从高处向溢瓦处冒水 那是下面有水 带你给我岸上掉的鸡毛去来了 从地下不停地冒水 山体中暗藏着河流 紫雀界的水源 会不会也是因为地质构造 断裂带造成的呢 这让我们想起 以往调查过的一些涌泉现象 这些泉沿 位于一条大的地质断裂带上 地势是南高北低 地形低洼的地方就形成若干个泉田 水不断地从高处向低洼处渗透 透过空隙往上涌形成泳泉 当水压差足够大时 泉水涌出地表 紫雀界梯田 位于湖南省中部的雪峰山脉中段 东南为南岭山脉 西北为武陵山脉 周边并没有更高的山脉 而紫雀界千头万绪的水源 和无论海拔高低的山坡上 插一根主管就能流出水的现象 与涌泉现象的猜测 也是不相符的 那眼前这块从不缺水的梯田 底下又有着怎样的地质构造呢 通过查阅当地的地质资料 及对当地延续的采样分析 我们发现 紫雀界现象的形成 和当地的地质环境 有着密切的关联 花岗岩的质地非常坚硬 它不漏水 可以用作隔水层 而紫雀界漏出地表的是 崩化后的花岗岩 孔气大 渗水性强 就在我们继续推进调查的同时 一个意外的发现 又给了我们新的启发 今天猫雪地水也是十几八重 夏天猫雪地水也是十几八重 保险很温 还继续很符合 这个土上两米到五米之间的 这个曲色的这个土温是一致 那么 土壤的结构跟源源不断的水源 有没有关联呢 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 在花岗岩为地基的紫雀界山体上 触盖着三到五米后 由花岗岩分化而成的土壤 在湖南地 这个土壤就是花岗岩分化以后的 叫做沙朗土 你看呢 这个土里面的沙子很多 我这个手机弄的 它不像那个粘土那里那么多泥 这个土孔穴率很大 它的寒水保水量容量比较大 它这个吐水力比较均匀 它将一场鱼它可以很真实的 到十天到十五天慢慢地发水出来 人家土真是典型的沙朗土 说真的啊 像这样的土啊 我们说它由花岗岩变来的 可能大家伙估都觉得不太可能 但是您想想啊 这岩石都诞生多少年了 比整个生物界的历史可能还要早呢 但是呢 这么多年的风刀双剑 这个岩石有老的时候 也要最终走向死亡的那一天 它同样会在各种物理啊 化学的作用之下 最终解体由大块的变成小块 由小块的变成沙粒 由沙粒最终就变成土壤了 您看啊 这是一块已经分化了的花岗岩 我们说周围 这都能搓下面的 甚至这个角 它都能够使劲 都能够掰下东西来 您看了没有 这个呢 就是一个分化作用 那么对于当地的这个土壤来说呢 它这个蓄水量是非常大的 能大了多少呢 咱们接着听聂老师给我们讲 聂方融做了个初步不算 如果一亩一岸表层土一米近 大约可除水100至200多立方米 此确借115平方千米土壤 至少可除水1000至1500万立方米 加上紫穴界数压热带 年平均降雨量1600毫米 比当地平原秋陵区 约多200毫米 可使体田有充足的水源 如果遇上无雨期 一般每天蒸发和渗漏的水量为10毫米 土壤的除水可以灌溉20天 雨水从储存到渗出地面 这一过程的持续时间长 为此确切梯田提供了充足的水源 数万亩梯田的灌溉系统 没有用一根钢筋一斤水泥 而全部用土石和竹管做成 山坡顶上梯田的灌溉 则将竹管埋于土壤中 从高处引水 用竹管做成引水道 供应给需要水的地方 分流后的水流向不同的村寨和梯田 形成了独特的自流灌溉系统 它特有的一点 就是铁上多酱了一两成 第二就是森林极民比较冒润 第三就是土上的寒水能力比较好 第四就是山的底下不露水 按专家的话说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充沛的雨水被茂盛的森林植被所拦截心 同时 含水能力强的沙壤土 充分地吸收水分 而土壤底层的花岗棉 相当于不透水的泥板 将雨水保持和储藏在土壤里 然后均匀持久的释放出来 浇灌梯田 则却借漫山遍野的水源 奇特的自流灌溉 就这样形成了 其实真的是想不明白 当年最早来到这个地方的人 他们是怎么挑中这儿的呢 现在我们是有梯田 可以看到如此的情形 当年的人没有梯田的时候 他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常用有水呢 要么是他们掌握了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方法 要么就是通过很长很长时间 其实在周围的地区也都进行过类似的开垦 只不过只是发现这个地方才有这个特点 最终才选择在这里作为一个定居的场所 年代太久 实在已经是不可靠了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讲这是人类利用大自然 和大自然共同携手共进的 非常和谐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典范 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也都去看一看 这既是人类的一个奇迹 同时也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难得的一块宝藏 好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科导频道 出生仅三个月的宝宝 黄胆总也不退 一生人犯 他竟然得了脂肪肝 一碎宝宝的肚皮撑得像皮球一般 小小年纪的汗竟然死于肝硬化 只吃母乳的宝宝们就正怎么了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补乳的意外